好 今晚我們歡迎黃玄珊 你好 還有Julie 你好 團記香港基金 在金融或商業政策的發展 有甚麼可以跟我們分享 其中一個我們比較關心的 就是金融的基礎建設 金融基礎建設有大有小 今次我們說的很切身 就是剛才說的消費券 電子消費券 電子消費券就… 你一說大家就說 我想快點收到第二期 是 洗完了嗎… 我想我都已經洗完了 但經濟提振效果是很明顯的 是… 而且能夠提供到那個 真正的採取 是 電子消費券 但現在電子消費券的下一步 我們要看看是甚麼 香港MA金管局說出來 他會說會發展一種EHKD的東西 是 我們不如透過今次消費券的一些反思 想一下其實為甚麼要做EHKD Judie可以說一下 是 其實剛才提到 怎樣可以取得消費券 快點 其實EHKD是可以幫助這件事的 EHKD其實算是CBDC Central Vindicial currency 是 它有一個很獨立的功能 是叫Programmable 即是現在EHKD未有的 現在就是內地說ECNY 香港就說EHKD 這是Future的東西 是 即是數碼港幣 是 數碼人民幣 這種數碼人民幣和數碼港幣 它跟我們平時用的支付寶 轉數塊 有甚麼不同 就是它當作現金使用 即是最終的負債 就不是那間 譬如你現在八達通 其實那個錢是八達通的公司欠你的 所以如果它倒閉後 錢就會失去 或者有甚麼問題 你就會找八達通的 是的 但如果你說 將來的香港銀行 或者現在內地搞的ECNY 它是直接等於現金那樣 負債是央行負責的 所以剛才說的特色 就是一個中央銀行的負債 由一個中央銀行 或者中央銀行形式的機構 沒錯 去支援的 沒錯 但你說的突破點 就是計程度 即是可以編程化 對 因為大家經常會問 其實CBDC和e Hong Kong 跟平時的銀行卡有甚麼不同 其實就在這個點 對大部分人來說 對 都是按進APP上看到有銀碼就可以了 不是數碼了嗎 對 當然不是了 所以要聽Judy解釋 e Hong Kong 其實是可以設計的 怎樣設計呢 其實有兩種不同的版本 我們說是比較基礎的版本 你可以設計它使用在甚麼目標 或者可以說它甚麼時候會成功 譬如我們現在說消費券 那就完全是消費券了 對 現在需要花這麼長時間去修理 做這麼多設計的東西 其實CBDC和e Hong Kong 都可以完成整件事 你可以設計它只可以用在消費 譬如說12月就延期了 這個設計完其實就可以出門了 就會快很多 怎樣快點拿到錢 這是e Hong Kong可以補充的東西 那個計劃的意思 不是我懂得寫一個程式 而是我可以把錢 因為它是數碼的 我可以用來擺放它在一個特定用途 我們現在最近就想消費券 是 但一定不止消費券 不止的 過去談這麼多的課題 是 很多東西適合 譬如我要幫安老院社 沒錯 錢跟人走 是 我有了數碼港幣 我錢跟人走就容易很多 安老院社又不用代表 又不用找社署 是吧 我總之每個老人家 他有獎者卡也好 或者他的數碼身分證 我進去那裡已經可以了 而且我甚至乎是 我要規定你買某個質素的產品 不要每個都去買某種 譬如現在很多那些 幫助老人家去洗手間大廈的那些 每個都去買那些東西 政府未必想的 可能他想去做多些物理治療 是 甚至乎我要你的錢 一半起碼是來做物理治療的 另一半是來做物理治療的 就是全部可以 很清楚 所謂的計劃員一般 就是可以這樣去取得 或者我如果要鼓勵大家 做多些運動體育發展的 是 我可以把那些數碼港幣 全部放進去 你做運動才可以使用的 是 是這樣的意思嗎 對 很棒 而且不僅是香港的地區 譬如說 交易交易 其實也有很多可以用到 這個功能的地方 譬如說我們現在說 互共通生、廣東這些 市場連結 那現在其實它的設計 是鎖定的 就是錢進去後 便是沿路回去 那你想想想 如果你想投資 在香港的市場 但現在想轉去 其他投資產品 譬如資金或其他地方 做不到的 你要在香港轉去 內地 再找其他方法 來到香港 但是如果有這個 計劃的功能 你可以設計 直接行制 是 你只可以在香港 只可以用它 專門的投資資產品 例如銷售 就不用這樣 來來去去 反過來 如果從香港本位 看這件事 就是說 如果香港人 透過港交所 買了A股之後 現在的做法 就是我沽了A股 錢就回到香港 我便會拿回港幣 但將來 如果你是一個計劃的 我錢進去買A股 A股放了之後 那些人民幣 如果我是一個 銷售貨幣的話 你可以設計它 因為現在也在說 一個所謂債券通 我就可以在 債券通內地 打算也會買債券 讓你去買 就不用再回來 之後再通一次買 而它本身上 有一堆資產 是為了一些 通的投資產品 這樣就不需要 變成一個 計劃的做法 還有對整個金融業界 的發展是很大的 因為現在 譬如你想買一些 澳洲的投資產品 加拿大的投資產品 你往往要了解到 我可否用那個幣值去結算 還是其實它去做對沖 因為它都有貨幣的風險 可能有時候 你要搶了那個地方的貨幣 還要選擇它有得給你賣的 去賣 但如果用了數碼 其實整件事就容易很多了 各個地方的政府 所以剛才你說 我現在說用例 有了這個數碼貨幣之後 剛才說的 公共服務的應用 應用 譬如說社會福利署的付款 包括其實還有… 財爺不用太煩 因為現在它是我要派錢 它還要求那幾個支付平台 你能否做到 你要做多久 對… 如果我一開始 就是我已經寫了一個程式 就是你來遷就我 沒錯 那就快很多了 因為我有套 就是公開公用的編碼 等你去駁進來 沒錯 已經速度就快很多了 對 所以第二個就是投資產品 就是環連這個派錢 將來有很多東西 政府可以用 對 還有一些… 即使派中援、派議員 派很多東西都是派錢 另外就是剛才說的投資產品 我們大灣區的應用 其實大灣區的最大問題 就是資金流和人流 你上去那怎麼辦 資金不… 但如果有一個計劃的貨幣 也可以儲蓄大灣區的貨幣 還有電子商貿 現在你買內地東西 它要有香港版、內地版 對,不通的 對,也是不通的 還有在管理細黑錢、治安方面 其實是大大地提升了透明度 就是這樣 說到計劃的 還有一個升級的功能 是 不單是可以限制它 用在哪個地方 還可以… 其實是一個方向來的 如果 X 發生的話 便利用 Y 到 Z 是甚麼意思 譬如說… 在某個特定條件 是 發生後 發生了錢 我看到Judy的話 我便要把現金轉給黃元沙蘭 兩下 為甚麼是給我呢 對… 那一年三舖是用在交易 我們做交易時 我最擔心的是 譬如說你給了我的貨幣 我不付錢 對,你交房子 所以現在很麻煩 要去找人工去交擔保 很麻煩 但現在有… 譬如說香港都可以怎樣做 你付給我之前 我便可以給你那個錢 但現在那個錢是用不到的 是要等我收到那個貨幣後 才能取得到 那一筆錢便可以用 所以這是另外一個 以香港多率可以用到的 我們就說是否將來 將螢幕交易的用途 因為螢幕交易是貨幣的紀錄 你收到送貨幣後 那一筆錢便會自動能夠做到 現在我們很多時候說 螢幕交易的隔壁 很多時候仍然停留在 譬如辯的便利 在螢幕上 現在還未做得很好 如果能做到這個螢幕 將來所謂的貨幣 所有東西便能夠簡化 因為事實上很多 我們跟一些行家談論 螢幕交易貨幣面對很大的問題 因為大家的貨幣出現了很多問題 我很感謝你們在今天討論這件事 因為我們現在的經濟和區塊鏈的經濟 大家跳得太多 其實你今天所說的就是 中間可以先做半步 對 沒錯 讓大家明白了 再走完那半步便會較容易 反正這個反式轉移 一定會出現 沒錯 所以我們覺得 無論是中銀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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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是一個契機 其實這個契機如果我們捉不住的話 其他內地當然可以住 是 歐洲其實已經說了很多 特別我們看到Swisselet 其中也是我們一個 全球貿易中心 他們都發展得很快 隨時一定會做 是 如果我們說當前最急需要做的 在香港這個地方會是甚麼 必須要回去客人 香港第一件要做的事 是做好HKD的設計和研究 因為其實今年6月 金管局剛才說 他們會開始做這件事 如果你看回內地的話 他們已經在做Pilot 大家是很容易才會花錢 我覺得香港在這個方面 是要更快 我想跟大家說 下次派消費協會更快 是… 那就有更多人支持 謝謝Judy和Seven 遠哥山